专访真格基金王强 五年内中国芯片将反超欧美 大到执行 越来越多创业者 已经不屑于只做简单的模式拷贝了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 近日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表示 在科技强国的战略之下 硬科技正在成为创业者和投资人的重点关注领域 在芯片领域 中国有望在五年内做出重要突破 甚至反超 中国大学教育并不欠缺基本的科学素养 在教育方法上可能更偏重讲述引导 而发达国家则更注重启发 探索和学生自我能力的提升